别动 我没什么 现在我父母受伤 要抓到只有死母一条 对不起 我会对你父子的 这小情侣玩的还挺花 来看看是不是他 你见过艾勒两刀还能这么折腾呢 赶走 去找人 混蛋 这是我的弟子 这是我们冷家的传家玉佩 也是信我 明天我会派人来接你 我的手机呢 只能用他的了 冰河小区来接应我 人呢 老大 弓根丢了 一群废物 这都让他跑 属下办事不力 求老大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机会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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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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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监控 这是冷夜晨 最后接住人 大哥呀大哥 这都跑掉 你还真是命吧 我经常会弄到和陌生男人的夜情 没错 一定是在做梦 原来那不是我 我竟然 真的跟一个陌生男人发生关系了 乙墨 这个点了你还睡觉上不上班了 我 我失过头了 你在藏什么宝贝 我看看 没藏什么 乙墨 这玉看着不错啊 和明夕送你的 这个不是我 难道 是昨晚你那边留下的 对 是他送给我的 你连我都骗 和明夕那小子 都得靠你打工赚钱养他 怎么可能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这 只是个赝品 不贵重的 我就知道 你干什么 一个赝品而已 让我待一会儿怎么了 我们是闺蜜 别那么小气嘛 曼玄 我上班去了 梁以墨那种穷酸鬼 怎么佩戴这么好看的东西 还是我戴上好看 唉 只可惜啊 是个赝品 梁以墨这个蠢货 怎么又没戴钥匙 长大脑子会死吗 你们谁啊 大少奶奶 大少爷 让我请你回家 大少奶奶 我们是冷氏集团的人 就是那个产业 阔及鱼商政三界 连续十年 世界首富的冷氏集团 我叫大少爷 是冷氏集团的继承人 大少爷 让我接你回家 接我回家 大少爷说 带着玉佩的 就是未来的大少奶奶 冷氏集团的继承人 大少奶奶 现在玉佩在我身上 如果我咬死 玉佩是我的 就能嫁入冷夜成家 过上蒙蒙以求的 豪门是我的 这块玉佩 就是我的 那我苏曼雪 以后就是 冷氏集团的大少奶奶了 大少爷 我已经接到大少奶奶 苏曼雪 大少爷 我已经接到大少奶奶 苏曼雪 原来她叫苏曼雪啊 郑队 以后下手能不能轻点啊 你像是昨天 被捅了两刀的人吗 一向不苟言笑的冷队 今天怎么笑得这么温柔 看来 你昨天遇到危险 八成是这个叫苏曼雪的女人 把你给救了吧 本事要被自己家媳妇给救了 你有意见啊 真是嘎嘎 你本个所有的老婆 我的母子 你猜 曼雪 在家等我 曼雪 这谁啊 怎么叫我曼雪 谁发的呀 为什么叫我曼雪 是发错了吗 你是谁 我是你未婚夫 曼雪什么时候有未婚夫了 真是的 您发错短信了 我是曼雪的闺蜜 曼雪的手机尾号是八 我的手机尾号是九 没错啊 昨天我用曼雪的手机 联系到阿凯 难道是阿凯那小子 把尾号说错了 这个曼雪 有未婚夫人也不跟我说一声 曼雪 你今天是不舒服吗 怎么没来上班啊 我没事啊 那种垃圾工作我不做了 你把我辞了吧 啊 为什么呀 让你辞了就辞了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哦 对了曼雪 刚才有个人跟我发信息说 是你未婚夫 你没多说什么吧 没有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应该发错了吧 还好我没发信 梁一墨 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绝交吧 绝交 不是曼雪 曼雪她到底是怎么了呢 只要我和梁一墨还有交情 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不行 我好不容易才成为豪门太太 绝对不能让梁一墨那个贱人 夺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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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和风格 就让我每样都买了些 不知道这些你是否喜欢 如果不喜欢 我立刻去换 不不不 我都喜欢 这是大少爷给你准备的无限额黑卡 啊 无限额黑卡 啊 啊 我只在传说中见过 怎么不是一个人 难道是 我终于有钱了 我终于进入上流社会了 大哥呀大哥 既然你接错人了 那可就不要怪我了 少奶奶 这些东西都不算什么 但您身上的玉佩 是冷叶陈家身份的象征 请您务必保护好 只要梁尼墨存在一体 我就有可能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 不行 为了冷叶陈在少奶奶的位置 梁尼墨必须消失 刘叔 如果有人得罪了我 你能不能 别让他在这混下去 当然可以 太好了 那你帮我一个忙 先生莫名其妙地被那个男人夺走了轻的 现在最好的闺蜜又要跟我举脚 这两天也太倒霉了 停车 老板 四个橘子要十五块钱 能不能便宜点 不能了不能了 怎么都是卡 早知道带现金了 有现金吗 队长 你这个世界首富怎么还找我要钱 找链是吧 快点 不用找了 怎么是你 跟我来 变态 流氓 放开我 I love you 你知不知道伪性女生是没法的 你的伤口没事吧 你担心我 你骗我 谁担心你了 你这种流氓 死了才好呢 我可是答应过 要对你负责的 怎么舍得死了留你一个人 队长 到出任务的时间了 我们该走了吧 以后买菜这个事 交给佣人 让司机早点送你回去 别让我担心 哎 什么用人 死机的 又说奇怪的话 哎 冷队 我可都看见了 你跟那女孩亲嘴的感觉甜不甜 你嘴倒挺闲啊 这年头的神经病怎么这么多 梁以默 赶紧回来 新来的苏总 点名要找你 哎 我就是一个实习生 新来的苏总找我干什么 人都到齐了吧 咱们公司 通降了一名新老婆 苏曼雪 苏 苏曼雪 新老板跟曼雪同意呢 刚接到苏总的命令 公司的实习生全部辞掉 梁以默 你是苏总点名辞退的 现在 立马收拾东西滚蛋 主人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 闭嘴 再商人 我就要保安把你扔出去 如果新老板是曼雪 他肯定不会辞退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浪贵 今天撞得这么好 一招就直迭 早点结束任务 早点结慢雪 恋爱中的男人 真是可怕 刘叔 曼雪回来了吗 少奶奶已经在家里了 我看曼雪喜欢吃水果 家里备了 是 不过据我了解 大少奶奶应该只喜欢昂贵的东西 昂贵的东西 四个橘子要十五块钱 能不能便宜点 怎么感觉我认识的曼雪 跟刘叔嘴里的曼雪不一样呢 阿姨 你这是干什么 你回来的正好 赶紧拿走你的东西给我混 不是 我的房租还没到期 为什么让我走 你都三个月没交房租了 三个月 不可能啊 我的房租都给曼雪了 他没给你吗 我不管你交给谁了 我是一分钱都没收到 我能容忍你三个月已经够客气了 赶紧给我滚 不是阿姨 您这样 您再宽限我几天 不然我现在突然搬走 也没地方去啊 你没地方去关我什么事 你给我赶紧滚 你可别影响我出租了 工作没了 住的地方也没了 明许 我知 怎么这么多次了 还是那么好奇啊 还不是因为你太骚了 我一见到你 就把持不住 好厌 那跟你女朋友比呢 你替她干什么 她身上那股土包子味 我一闻到就觉得恶心 哪像宝贝你呀 全身上下都是香的 你来 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要是提前说了 我还能看到这出好戏吗 你就是明许哥哥嘴里说的那个乡下土包子吧 就你这身材 你这飞机场也算女人 难怪明许哥哥说每次找我才算满足呢 明许 他说的都是这 是真的又怎么样 我是前途无量的本科生 而你不过是个大专手 要不是你一直犯贱赖着我 你也配跟我在一起 你钱这么看不起我 那你为什么一直管我要钱呢 我打工挣来的几乎所有钱我都给了你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瞧瞧 农村说来的 就是人穷之 这蛮业 都是钱 我逼你给我钱花了吗 再说了 你给我钱花不就是看上我的城市户口 想要赖着我 在这大城市里扎 你这贱人也配动明许哥哥 若姐 别跟他一般计较 省得干上他身上那个乡村味 就你这种吐槽 明许哥真是瞎了眼啊 明许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一刀两断 我祝你们天长地久 婊子配狗 他妈人呢 算了 就当我这几年 真心却都喂了狗 看来 现在只能回家 哟 这不是曼雪吗 哎呀 你现在可真有出息了 这穿金带银 出光宝气的啊 阿姨 还是让你们家乙墨 多努力吧 呸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忘了当初你和你奶奶 快饿死在街边的时候 是谁给你们烤饭吃 妈 我回来了 你这个赔钱货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成晦气 妈 爸 哎 姨墨 你怎么又瘦了 你看看你 是不是工作太累啊 要是太辛苦就回来吧 不要一个人自己在外面硬扛着 就你那破文品 还想到大城市混 不自量力 妈 那我还没毕业呢 肯定不好找工作嘛 就算你毕业了又怎么样 大专文品而已 大城市哪家公司能看得上你呢 我看你这书也别读了 读了反正也是浪费钱 哎 你转什么转 你连你表妹梦蒙一半都不如 你看人家梦蒙 国外一流大学 又风光又体面 我当初怎么就把你们 老婆你说什么呢 好了就不跟梦蒙比吧 就跟你那个老同学松办学笔 你看人家找的那男朋友 有钱 一个月零花钱 都好几十万 你再看看你 你找的那个 呵呵呵 和民雪兄的叮当响 就你看得上他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满意了吧 你嘴巴还硬 我真的是你 你还酱嘴 姨墨你看店吧 我们出去一下 走走走 就你老酱嘴 两姨墨 你也只配在乡下 医生 再坚持一下 哎 苏曼雪 我都说了 我不去了 你非让我去 先别说了 进去我给你处理 每次跟你追着舞 倒霉的走着我了你 喂 刘叔 我已经探望过 我的爷爷奶奶了 你现在派人来接我吧 怎么样 应该是被银环蛇咬 等我一下 只要今晚不发生 就没事 谢谢媳妇 救了我兄弟 媳妇 媳妇好 果然是你 这是你媳妇 不是 叫嫂子 就你这神经病 我上次就让你跑了 这次你别想跑 谢谢嫂子 救命之恩 你别乱叫 自从遇到了你 我什么倒霉事都遇见了 我今天肯定不会放过你 你肯定什么 你要怎么不放过我呢 我要让你付出悠有的代价 是 媳妇说什么是什么 对 嫂子说什么是什么 我会尽快处理完事情回去陪你 你探望完爷爷奶奶之后 赶紧回来 别熬得不太久 离我远点 好了没 赶紧回来啊 谢谢嫂子 谁是你嫂子 什么探望爷爷奶奶 她怎么老说这种奇怪的话 哎 姨母 你不能天天赖在家里啊 赶紧出去打工挣钱 妈 我才回来两天 前一天也是闲着 我养你这么大 总不是让你在家里想亲服的吧 妈 哎 对了 你哥这两天需要钱 你把你的存款拿给我 我自己的学费都还没挣够呢 你现在让我把钱 拿出来补贴我哥 那我也是你的孩子 你凭什么这么偏心啊 翅膀硬了是吧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能跟你哥比吗 你哥是我们老梁家的根 是传宗接代的 你一个女娃 赔钱活 迟早是人家家里 你少说两句 闭嘴 莫 你妈是个直肠子 别往心里去啊 这不放暑假了 你去找你嫂子 让她帮你找份工作 满雪下午三点就能到站了 已经快三点了 你确定那天 帮了叶尘逃跑的那个女人 会在这里下车 郎队 嫂子来了这么开心啊 单身狗懂什么 我确定过了 应该不会有错 她来了 她来了 家里也容不下我 你没事吧 怎么感觉 她和那个变态男 少得这么小 我没事 还能走吗 能 坐箱子上吧 我推你走 不用了吧 别把你箱子做坏了 你确定 你要这么一瘸一拐地过去 那谢谢你了 我叫梁尹墨 我叫冷周景 嫂子 尹墨 谢谢你啊 照顾好自己啊 笨笨的 你才笨笨的呢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很高兴认识你 梁尹墨 这个帅哥 是你新桃花啊 嫂子 你别乱说 是我新认识的朋友 梁尹墨 认识你 我也很开心啊 嫂子 这大楼看着好气派啊 这是冷室集团 你不会不知道吧 就是新闻里 什么总排名第一的 冷室集团 没错 你要是能进 冷室集团上班 你妈都得烧高香了 像我这样的大转身 恐怕这一辈子 也没有机会 进这么大的集团 去工作吧 我听你哥说 你哥唱得不错啊 我安排你去会所出唱 你先唱两句给我听听 别给你嫂子丢人啊 嫂子你别笑话我了 再开快点 慢学三点就到了 我可不能迟到 哎呀 还有二十多分钟呢 放心吧 哎 队长 你说这大马路 怎么还有人唱歌呢 唱得还挺好听啊 慢学 我老婆怎么会在这里 她不是还没下车吗 哎 队长 这是路口 怎么没让司机去接你 怎么是你啊 死变态 你还慢学干什么 她不喜欢我喊她慢学 那以后就喊老婆了 不是三点的车吗 怎么到早了 你在说什么呀 喂 四变态你干什么啊 想找我妹妹便宜啊 滚开 刚才那人你认识啊 抱歉 我会对你负责的 负责我 负责我 你不认识吗 不 也不算认识吧 真是个变态 一上来就要占你便宜 这城里的坏男人特别多 你可得多注意啊 放心吧嫂嫂 以你的声音 在夜魅娱乐城堂住场 完全没问题 走 嫂子先带你熟悉一下场地 老队 马路上怎么能随便下车呢 多危险啊 听到我媳妇唱歌了吗 真好听 一个女人 就让你不管不顾的 你又没谈过恋爱 多个屁 是 我没谈过恋爱 不过总部啊 让咱们去夜魅娱乐城 执行任务 今天这么早 酒吧就这么多人吗 今天要来一个 叫莫莉的助唱 莫莉 嗯 队长 嫂子 今天这么早 酒吧就这么多人吗 对啊 队长 你不知道吗 今天要来一个 叫莫莉的助唱 招牌打得可想 大家都是为了 能看她来的 莫莉 队长 嫂子 苏莫莉 你竟然来这种地方卖唱 是嫌我给的钱不够多 还是你本性就是如此放 队长 队长 队长你去哪啊 梁以沫不是滚回乡下了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真是阴魂不散 呦 冷大少奶奶回来了 也不回家 就来这儿消去了 哎 扫 郭少 看起来不太开心啊 那婊子 刚才 我喊经理买它 可我说什么 它卖艺不卖身 偷来这儿卖了 还装什么情侯 郭少 要不要 我来祝你 报得美人归 哦 什么意思 小婊子 我看你这下 还怎么装情侯 尸体好热 怎么会说 那 室内杯酒 诶 路少 小心 要干什么 哎 莫莉 我看你有些累了 要不 送你上楼休息 不必了 你以为 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还想溜我 粉刚没有 不如先引开它 再趁机逃走 别这么心急嘛 我是第一次 紧张 你去弄点酒来 你愿意跟我 像 这种地方 非富极快 国少这种 更是难得一切 我当然愿意 小聪明 那就喝点酒 出出兴 等我啊 小宝贝 小妞 他妈的 臭婊子 性敢耍我 我哪儿 放开我 知道 你不是个手游的灯 小妞 老婆老婆 别别别 知道错了 对不起 她再也不会了 冷队 别生气了 小妞 小妞 救命 哎 冷队 那个那个 那个好像是嫂子 怎么不见了 她那么高兴地 在台上唱歌 怎么可能在这儿 救命 妹人 这一次 怎么也逃不出 我的手掌心了 你谁啊 慢血 慢血 你对她做了什么 我我只是跟她 下了点药 这位少的女生 你也看不到 手死 你再坚持会儿 我去找医生 别走 求求你 我帮我 你看清楚 我是谁 老大 反任务了 满血 等我回来 梁乙墨 怎么是 难道她和冷夜沉 在车里 墨墨 你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你在哪 放心吧 她在我这里 你是谁 别当我妹妹主意 我是 米墨的男朋友 这是什么地方 没人 难道我昨天 我昨天真的被她 那可是艺术品 好几百万 排回来的 怎么是你啊 昨天晚上 放心吧 放心吧 那个想占你便宜的人渣 已经被送进橘子了 是你救了我 谢谢你啊 对了 一墨 你是 怎么跟我大哥认识的 你大哥 谁啊 救了我大哥一次 昨天又和我大哥 怎么会不认识的 没事 以后别去夜魅了 那种地方不适合你 听说 地理之夜在招人 你要不要去试试 我之前其实投过简历 但是我的学历 学历不等于能力 我相信你 去洗书吧 孙部长 明天有一个叫梁以墨的人 过来面试 把她留下 工资随她开 您好 梁以墨女士 我是冷氏集团 旗下地理之夜在村里里 您被录用了 真的 我被录用了 我一定的 好 怎么了 我被录用了 我真的被录用了 恭喜你 一会儿 去买身工作服吧 就当做是给你的 入职礼物 一件两件 三件四件五件 看见没有 又来了个穷 怎么这么关闻 能不能不穿职业招 又穷又痛 怎么好意思来我们店 看我怎么供他存 小姐 我们店里的款式高贵 不是什么人都合适的 先看看 看看 那你可得小心这点看 千万别闪下你的眼 这面料 可比某些人都轻贵 不买别想 谁说不买的 小姐 我们店里的服务群体是贵妇 不是你这种档次的 这两件我试试 店里规定 买才可以试 我说了我会买 这年头来店里过瘾的穷逼 越来越多了 你 公益看人帝 你说谁呢 穷逼还挺豪狠啊 叫不然把他拖出去 好 谁敢 谁敢 怎么在哪都能碰到你 不是给你钱买衣服了吗 怎么还穿这么朴素 什么钱 还说什么钱 这位先生 您是来给您太太挑衣服的吗 我这就给您拿 不用了 刘鼠 立刻让集团旗下的商城经理来见我 大少爷 您怎么有空 亲自来视察工作了 你手下的人竟然狗眼看人低 欺负我未婚妻 你怎么处理 集团大少爷 未婚妻 你们两个不长眼的东西 还不快给少夫人道歉 对不起少夫人 是我狗眼看人低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们是穷逼 徒逼 对不起少夫人 请您原谅我们 谁是你的未婚妻 这就算了吧 你呀 我有任务马上要过去 在家等我 事情处理不好 你也滚蛋 是是是 大少爷您慢走 大少爷您慢走 怎么老是说这种奇怪的话 什么在家等他 他好像也没那么坏 那个你知道怎么讨女人欢心吗 我们的冷少也开始讨嫂子欢心了 小狗妹 当然是送花了 红玫瑰 仪表自己 对爱诚心实意 送花 那么痛 用吗 当然管用了 哪个女人不喜欢花 曼雪 我回家了 曼雪 这谁的电话 没有备注啊 苏曼雪你在哪 别打电话了 来来来 继续喝 继续喝 是呀曼雪姐 继续喝 谁在说话 怎么有男人的声音 来来来来 有男人的声音怎么了 你管得着吗 神经病 养鱼呢你 喂 在商场装的一副 惹人恋爱的样子 现在却又私底下 这么放浪心海 我真是疯了 才会对苏曼雪 这个标理不一的女人上心 大少奶奶 这是按照您的要求 在滨江北的别墅 刘叔 你先下去 我自己看看 大少女看你人的影 关系太差了 你们总裁办公室的设计图纸 都做好了吗 做好了 姨母啊 没想到啊 你虽然是个新人 但是设计得很有灵气呢 您过想了 好了 我会把你们的设计 拿给总裁挑选的 还有 这个客户给你 你让我说 客户竟然是闷血 那女墨 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 绝交吧 快联系吧 你好 我是地理制衣业设计部的 孙公 我们这边出设计方案前 需要上门看房 看你什么时间方便 我待会有空 你可以过来 好 我现在就过去 不过是个大专生 凭什么跟我争 很吓到你吧 怎么是你啊 跟我上车 去哪儿 当然 是跟我回家 跟你家干什么 我家不就是你家吗 怎么又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话 你都湿透了 洗个澡换身衣服吧 怎么不把头发吹干呢 我 我习惯了 快 紧急任务 迅速归队 好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你好好休息 等我回来 既然敢背叛组织 那就让他消失 这就是冷夜城 还好我这通电话 不然刚才就要 我的世界 早就听说冷夜城 心狠手辣 要是让他发现 我冒充了梁以沫 那就完蛋了 不行 我绝对不能失去 现在拥有的一切 喂 刘叔 帮我订最快去韩国的机票 梁以沫 我要彻底取代你 这个人怎么这么像曼雪啊 怎么可能 曼雪怎么可能和那个 可恶的家伙住在一起的 糟了 时间来不及了 现在都三点了 怎么还没来 你好 我是宁约的设计师 请问您现在 怎么还没过来呢 拍照给我就行 我没时间 终于忙完了 可以好好陪陪曼雪了 大少爷 你回来了 曼雪呢 大少奶奶买了上午的机票 飞韩国 她去韩国做什么 说是心情不好 去韩国旅游散心 心情不好 是啊 大少奶奶这两天看起来魂不守舍的 难道是因为我总是中途离开 没有好好陪她生气了 看来得好好陪着她了 刘叔 你尽快安排梳理一下公司业务 等我处理完事情 我要接手集团 好的 这是您新办公室的设计图出来了 我们选了两个方案 您看看 这设计图和曼雪给人的感觉一样温馨 就这个吧 好的 一末 好消息 怎么了 总裁开上了你的设计图 下周就开工 真的 一末 你好厉害呀 才来没多久就设计出能让总裁看着的作品 梁一末 亏我拿你当好朋友 你竟然抄袭我的设计 什么抄袭 抄袭 你什么意思 孙部长 梁一末的设计图抄袭了我的 我电脑有备份的 梁一末 你的文档创建时间晚了催促你一周 你还有什么话说 不可能 我只 梁一末 前些天我让你帮我装软件 没想到你居然都用我的资料 孙部长 你可得为我做主呀 你别血狗配人 这明明就是我的设计 我什么时候给你装过软件了 梁一末 我们地理之业可不敢用你这样的人 拿上你的东西 赶紧滚 孙部长 孙部长 喂妈 死丫头 你死哪儿去了 家里出事了 赶紧回来 让我去相亲 妈 我才多大了 你们这么做 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哎呦 我不想活了 儿子 儿子不省心 赌博欠了高丽大 女儿 她又不听话 哎呦 不想活 再怎么着 再怎么着也不能卖女儿啊 谁说的卖你了 是帮你找个好婆家 再说卖你又怎么样 你又不是我亲生的 妈你什么意思 没错 孟蒙才是我亲生女儿 当年在医院的时候 我把你们调换了 爸 我妈说的是真的吗 当初你姨妈的女儿夭折了 我们怕她伤心 就从别处抱养了你 孟蒙出生身体就很差 你姨妈家的条件比我们好 所以 所以这就是你们一直都不喜欢我的原因 不是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养了你二十年吧 你总不能当白眼狼吧 姨妈 我们不要你养老送终 只求你这一件事 就求你哥 这两天 我跟那个婚戒所联系了 说这两天就安排你相见 我去 我 没车 没房 没存款 每月要替家里 偿还高利贷利息 结婚彩礼 最少二十位 你 愿意 靠 你想想要疯了 浪费我时间 十九 快二十个了还没成功 像我这样的条件 谁愿意跟我在一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冷住几 我是来跟梁小姐 相亲的 不喜欢 我不是这个意思 谢谢 姨墨 我找了你很久 才从你嫂子那里得知 你何家相亲了 所以你 所以我就自告奋勇来了 我够资格吗 你别闹了 我相亲 就是为了拿彩礼还债的 姨墨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不能要 我以前帮了我很多了 我需要一个结婚对象 来应付家里的催婚 你愿意帮我 好 我带你回家 姨墨 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还需要什么告诉我 这已经很好了 谢谢你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还跟我客气什么 我是真的想谢谢你 你帮了我那么多 现在还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家 以后需要我做什么 我一定解尽全力 那就 辛苦浪夫人了 应该的 冷先生 阿景 我去扔下垃圾 你去开车吧 好 快点快点 来了来了来了 怎么来得那么快啊 什么人 排车这么大 怎么是他 曼循 他怎么在这里 大哥 你怎么在这 给你送文件 阿景 你有没有看见你大嫂 大嫂怎么会在这里 曼循应该还在韩国 我一定是太想她了 才会看错 文件给你了 我先走了 这样下去 迟早都会暴露 现在如此 就先公布梁姨墨 是我的亲 周琪 姨墨 我父母想要见你 你愿意跟我回家吗 这么快 不愿意啊 不是不愿意 就是我觉得 太突然了 怕你父母不喜欢我 怎么会呢 我的姨墨温柔善良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 杨姨墨 这冷家的大嫂 我当地 大少爷 大少奶奶刚回来 就被老爷接到家里了 卖水回国了 让他接触爷爷他们也好 我现在就回来 对了 二少奶奶 也被同事接了过去 二少奶奶 是 二少爷也找了个未婚妻 也不知道 周琪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没想到 阿景父母住的地方 竟然这么豪华 曼雪 我好想你啊 我不是曼雪 放开我 我不放 曼雪 我知道 你是怪我冷落了你 我冷夜成对天发誓 会宠你一辈子 那 曼雪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我带兴起了 妈 周琪啊 这位姑娘是 这个女儿长得 和我可真像 她是我的未婚妻 梁以墨 曼雪 你看 你的弟妹 长得跟你真像 曼雪 你是大嫂 活泼 我跟着弟妹 一见如故 想跟她单独聊两句 去吧 姨墨 你打我吧 你真是曼雪 你打我 你这是干什么 先起来 我不起来 还让我再起来 原谅你什么呀 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的 怪不得她每次遇见我 都奇奇怪怪的 是我拿了你的吊坠 顶替你成为了 冷少的未婚妻 但是我现在 我已经爱上她了 非常非常的爱 而且我 我已经和冷少 上过床了 如果这个时候 冷少她知道 她接错人了 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呀 姨墨 我求求你了 求你成全我们吧 好不好 这个玉佩 我本来也不想要 你放心 我不会赢下你的幸福的 你 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 冷少 可是冷氏集团的继承人啊 家财万贯 有权有势的 我不在乎 姨墨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这冷昼景 她不过就是冷家的一个私生子 在冷家一点地位都没有 你跟着她 真是心甘情愿啊 不管周景在冷家 有没有地位 我跟着她 心甘情愿 但是曼雪 我们之间的友情 到此为止 为什么呀 姨墨 你刚才不都原谅我了吗 对事而言 我们不存在原不原谅 但是对于友情 你很自私 要开餐了 别让爷爷等太久了 阿强 这就是你的未婚妻 梁以墨 是的爷爷 荒唐 对不起爷爷 没有经过您的允许 就擅作主张 选择了未婚妻 你俩怎么长得这么像啊 爷爷 这个世界上 长得像的人多了 我和弟妹啊 特别有缘分 我们两个还是老乡呢 还是我大儿媳妇漂亮 爷爷 你这额头怎么了 哦 不小心磕的 不碍事 大少爷 您做错位置了 做错了吗 叶辰 这个女人跟曼雪 长得可真像 不过 还是我的曼雪 是最漂亮的 这个男人 果然是晚家大少爷 秀进的大哥 小陈愿意坐哪儿 就让他坐哪儿吧 来吃饭 这是我最爱的菜 你尝尝 抱歉 我没有好好陪你 以后我会好好陪你 照顾你 大哥 你认错了 我是梁以沐 大哥 忘了跟你介绍了 这是我的未婚妻 梁以沐 叶辰 我才是曼雪 好了好了 两个人长得那么像 认错 也正常嘛 两个人确实长得很像 但不至于会认错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冷叶辰认定的妻子 什么时候成为弟弟的未婚妻啊 杨依沐这个妻子 有什么样的 根本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到底怎么回事 大少爷 什么事让您这么生气 你给我接回来个什么女人 大少爷 我没明白 什么意思 立刻帮我调查 苏曼雪所有资料 包括他以前的照片 好好好 这就去啥 原来是刘叔认错了人 难怪 曼雪 不 乙默会如此抗拒 叶辰 说 用了什么手段 成了我冷叶辰的未婚妻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 不要逼我动手打女人 那我 是我救了你啊 够了 谁救了我 我会不知道 你真当我蠢是吧 还不说实话 是乙默把欲坠给我 跟我说 他有了喜欢的人 不想当什么 航门大少奶奶 喜欢的人 乙默 这道菜一定很合你的温度 尝尝 叶辰 你是想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叶辰 别叫我名字 恶心 该死 还是被发现了 看来 不能再做一太别人 乙默 你是不是 早就认识我大哥 阿景怎么会这么问 他不会听到 我和宋曼雪的对话了吧 不认识啊 真不认识 我 我和曼雪是大学同学 也是老乡 跟大哥有过一面之缘 应该不算认识吧 我相信你 我只是一个私生子 不受人待见 还寄人理下 我只有你了 阿景 我会陪着你的 叶辰 叶辰 给我连本带立的 挽回来 是梁以墨他不要你 还把玉坠给了我 梁以墨他不爱你 可我爱你 是吗 收起你廉价的眼泪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到底是爱我的人 还是我的权力和金钱 要不是因为我妈早赶你出去的 收起你的心思 别给我耍花招 阿景 我看你刚才都没好好吃饭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一墨 你对我真好 我现在只想要你 阿景 对不起 我还没准备好 没关系 我不会逼你 相信总有一天 你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我 阿景 是我 有你想要的东西 不出来和我见一面吗 一墨 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 你在家乖乖等我回来 阿景 五年了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姬思眼 你既然已经离开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 五年前 是你爷爷威胁我 说我不离开你 就让我家破产 我是迫不得已才 够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不想和你有任何惊产 你难道不想知道 当年是谁害了你母亲吗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 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竟然是老夫人害死罗马 我竟然认贼做母这么多年 阿景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帮你搞垮冷尸 为你母亲报仇 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想要你 我已经有未婚期了 我不介意 喂 嫂子 你莫 你哥哥找不到人了 嫂子怎么了 前几天她回老家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现在电话也打不通 嫂子你别哭 我现在回家看看 阿景在干什么呀 怎么不接电话呢 你 你 姨梦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 我 我帮你看一下 有些错位 我帮你复位 忍一下 没事了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得回老家 你都伤成这样了 怎么回去 阿景呢 他在忙工作 我送你回去 不 我自己 散伙 挺有心机啊 装什么青春如过 转头就归宜我男人 妈 出什么事了 有隐梦 你哥借了高利贷 还不上钱 他们把你哥给抓走了 说三天真的再还不上钱 就打对你哥的腿 这个怎么办呢 他们现在不是把我 往我私利逼吗 怎么办呀 大家不要担心 我来解决 可是 真的吗 哎呦 你可救了我们一家呀 李莫的家人 就是我的家人 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 帮我处理点事 妈 哎呦 我儿子 你总算回来了 我再也回不来了 大哥 谢谢你 这笔钱 我会努力赚回来还你 赚钱 你是海上的烟火 你不会又想去叶妹助唱 赚钱还我吧 他怎么知道我在叶妹当部助唱 我 我 听说你会设计啊 只要你愿意 可以来冷室集团上班 真的吗 嗯 我说过 不要拿我当外人 以后 我只能用大哥的身份守护你了 今天 谢谢大哥 那我先去忙了 老夫人 难怪阿晴冷落你 你吃着碗里的 掺着锅里的 你仗着跟小雪长得硬模一样 连你大哥都敢勾引 妈 你这又是何必呢 手打疼了没 妈手不疼 妈这是心疼你 老夫人 您一定是误会了 我没有勾引大哥 我误会 那你带着我儿子出去干什么 我是看在小景的份上 才让你进的家门 没想到你这么下级 妈 您就别这样说弟妹了 我想 他也是 无心的妈 哼 他无心 小雪 去看看 妇科医生到了吗 妈 我这就去 老夫人您真的误会了 大哥是替阿锦照顾我 你也配 还需要我们家阿晨来照顾 夫人 请配合一下 老夫人 你这是做什么 不就是做个检查吗 分开我 反应这么大 这十拿九稳的就是个烂 住手 我要你住手 听不懂吗 叶辰 你别拦着他 是妈让医生检查的 妈 我跟你说过 以墨家出了事 阿锦没有时间 我才陪他去的 你们这么做 阿锦要是知道的话 他们夫妻俩以后要怎么过 你不要被这个想见人迷惑 叶辰 你别生气 妈也是心疼我 谁是贱人 我心里清楚 宋迈雪 你要是再胡作非为 别怪我对你自贺气 我送你回阿锦家 梁一墨 我现在经历的一切 都是为你害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小妹 冷昼井那边的项目 进展如何了 很快 这个项目 马上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很好 无愧是我妹妹 聪明能干 哥 阿锦可不是什么神油的灯 她不太好操控 虽然表面上是在跟我们合作 但地里 在这防着我们 所以 你光爬她的床 有什么用 小妹 你该不会只想 做一辈子 冷昼井的情人吧 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梁一墨 她活不了几番 昼井 你回来了 我给你吃头饭 喂 大哥 季思岩是你前女友 对吧 是 你们最近走得很近 确定只是工作吗 放心吧 大哥 我跟季思岩之间 真的就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你最好是这样 一墨 如果你真的爱阿锦 那我一定会守护好你的爱情 大哥 之后我还要出差几天 公司的事先麻烦你了 好 我会安排人接替你的工作 阿锦 你东西辣了 这早餐我是来不及吃了 一墨做的 道理又可惜 大哥 你替我吃了吧 乙墨为什么会做虾脚 他难道不知道阿锦对海情豁明吗 莫非乙墨并不了解阿锦 老少 帮我查一下 阿锦为什么会突然和乙墨订回 谁啊 你好 我是乌业修理工 有住户反映你家厨房漏水 我们过来看看 也不知道 乙墨现在在做什么 放开他 乙墨 乙墨 你醒了 你醒了 大哥 没事吧 手机给我 这是我的私人号码 二十四小时都可以联系我 你回去收拾一下行李 周景出差的这些天你到我那儿去住 好 快去吧 阿锦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太少了 大小姐 我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来陪你了 坏蛋 你难道不怕梁以墨知道了 是错了 我到底不要在我面前替梁以墨的乙子 任我失败 你举废物 大少爷 大少奶奶 他不是大少奶奶 以后叫他大小姐吧 房前已经收拾干净了 我这就带大小姐过去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行 大小姐 大少爷 真体贴你啊 叶晨怎么把这个剑也带回来 不行 今天我必须得到你叶晨 叶晨 你来了 你 苏曼旬 你以为用弥香就可以诱惑我 我请告过 不要腥风作浪 否则别怪我 客气 叶晨 我那么在乎你 你就不能 按我一丝药 不要再招容 不然我对你客气 冷叶晨 看来要想办法让你死心了 要是每天能这样看着他就好了 梁以沫 你和我长得那么像 最好不要在公司里乱话 免得我老公认错人了 苏曼旬你 你说这个梁以沫 那整整总裁夫人的样子 是不是要勾引总裁啊 嘘 听到了 听到咋了 叶晨 苏曼旬 不要试图挑战我的耐心 别这么凶啊 万一我一害怕 说露了嘴 让咒锦知道 你喜欢的人 其实是以沫 你可以试试 反正梁以沫 已经是你的弟妹了 你们已经不可能了 为什么就不能 尝试着喜欢一下我 龙总 你要的方案我做好了 嗯 对不起打扰我 你不许解释一下 盒曼旬 你要是实在饥渴难耐的话 我不介意找几个男人 刺客你下去 你 滚 反正你也得不到两颖沫 比起我 你才是最痛苦的那个吧 那你就 永远这么痛苦下去吧 叶辰 关于当年你父亲的死因 我有了新的发现 什么 我明天去找你 咱们当面聊 好 您就是苏曼雪小姐是吧 不是的 我是梁以沫 你认错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莲花生 我看着阿叶长大的 这位先生 这么快就和梁以沫相识了呀 你就是 叶辰经常提起的苏曼雪小姐了 阿叶经常跟你提起我 当然 你去韩国旅游的那段日子 阿叶可是经常找我 痛诉相思之苦 还为了你 还怎么着 为了你找我喝闷酒啊 向我陀入对你的相思之情 原来大哥之前之所以 对我表现得格外亲热 是把我当初苏曼雪的 梁以沫小姐 听说你对草药有研究 咱们可以探讨一下 好啊 我外婆那儿还收藏了很多医书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借给你看 行啊行啊 那我们找个时间 不是找我聊天吗 走 研究研究哈 说吧 有什么发现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给你爸爸做尸检的时候 在他血液里 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小虫子 记得 我发现了一个蛊虫 会持续对伤口造成严重感染 如果要治的话 就必须用蛊虫来虚名 当年能够给你爸爸治伤 而且能够持续待在他身边的 就只有 那不可能 我爸那么爱他 他不会那么做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会继续帮你调查的 至于其他的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吧 阿杰 我好嫉妒你 如果能跟你呼唤身份 用什么交换我都愿意 一摸 晚安 凭什么 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东西 梁一摸怎么轻易地拥有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阿杰 我穿你的衬衫好看吗 我不喜欢别人穿我的衣服 我偏要穿 只有我才可以穿 七四眼 你最好不要试探我的耐心 你的耐心 你的什么耐心 是还欠下的债务 还是替你妈妈报仇啊 阿杰 刚刚你弄疼我了 帮我捏捏呗 我和乙墨 好像都被逼上了一条不归路 现在的我又何尝不是在买身 野莫 你怎么会来我这儿 看来叶妹的公关的这个酒 真的挺管人的 大哥 我 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我 苏曼雪 你倒是装得越来越像了 我真的是乙墨啊 我是你的乙墨 我也喜欢你 你不开心吗 乙墨 你不是乙墨 乙墨不是我的 你永远都不是我的 滚 滚 我可以看着你身后 像你我喜欢梦幼 大哥 大哥 大哥你还好吗 大哥你怎么了 谁让你进来的 你受伤了 我去给你拿药 大哥 这药是支鞋 滚 乙墨 乙墨 我好想教你的 你是不是在偷偷看手 你认错人了 那 满雪 让我和你相遇 你 大哥 你认错人了 我是梁乙墨 你我一个理由放弃 当时做的决定 要 放弃我 让我 为什么每次在面对她的时候 我都没有抵抗你 这次药墨 会很痛 了吧 苏墨 要不是因为你 我和乙墨 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你不是要当冷家的大少奶奶吗 好 我成全你 刘叔 找人把苏迈雪 带到郊区的院子里 盯紧她 朱墨 你在哪 我要去找你吗 阿强 傻丫头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 我 没有 就是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 听说 你是棱总未婚妻 我是棱总的秘书 听说你要来啊 我特意来看看 姨墨 我们还有点事要处理 你先回去吧 哦 你们先忙 季思雁 我是不是警告过你 不要在梁以沫面前出嘴 男人哪 真是无情 在床上的时候 还叫人家宝贝 现在 就翻脸不认人了 可别忘了 在你破产的时候 是我季思雁 拿了你们 虽然 我不建议你有他 但是啊 你想要搞款冷夜陈家 替你母亲报仇 能靠得不值用我 阿景 你们在干什么 姨墨 你别误会 姨墨 你别误会 季思雁 他是我大哥的人 大哥的人 你也知道 我是四生子 从小就不受爷爷他们待见 现在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做出了一番成就 大哥他们便忌惮起来 把季思雁安插到我身边 你们可是亲兄弟 他怎么能这样呢 难道他对我做那种事 也是在争辩着急 我们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现在我努力工作 就是为了想做出一份事业 给你更好的生活 周青 你放心 我会陪着你的 大哥 你可别怪我 母寨子场 天经地义 明天家宴 你陪我一起去吧 嗯 好 我会陪着你的 一会儿跟在我身边 乙墨 大哥 大嫂 乙墨 好久不见呀 你这黑眼圈 怎么这么严重啊 是不是阿金 每天晚上都折腾你了 要不是家人 从曼朱必须出现 真不想见到 这个恶心的女人 大嫂真会说笑 我怎么舍得 折腾乙墨 你大哥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都还腰酸背痛 大哥 宴会要开始了 我们先进去了 滚 文叶辰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你也不希望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俩不合吧 威胁我呀 你以后要是再敢在乙墨面前胡说八道 我让你这辈子都开不了口 梁乙墨 文叶辰越在乙 我就越不让你喝 喂 乙墨 我这边公司有点事 我让大哥来接你了 一会儿自己回家 好 知道了 别担心你快去忙吧 梁乙墨 梁乙墨 这大晚上的不回家的 怎么 隔着等我呢 想和我复合吗 何明雪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 扫 你装什么 看你现在掺的这么光鲜亮丽的 怎么 又放上你这种钱人了 梁买 你再纠缠我 我就报警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家里又缺钱了吧 这样 我给你两千块钱 你陪我睡一晚 妈的你敢打我 住手 何明雪 你干什么呀 马智杰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还干过老子的事 我知道 咱们上大学那会儿 你就按赖这个骚伙 如今啊 我把他给甩了 你又不敢追 真疼 你混蛋 马的你敢打我 你们不要打了 马学长 马学长 你醒醒了 马学长 姨墨 发生什么了 马学长 他 别担心有我在 姨墨 别怕 大哥 马学长 是为了保护我 才死的 姨墨 别害怕 这个事不怪你 警察会查明切的 是何明雪 是何明雪 打死他的 是何明雪 姨墨 别怕 有我在 大哥 阿景 姨墨 遇到了雪橙伤害事件 现在情绪不稳定 他现在需要你 我在外地 赶不回来 姨墨就把他 等等找回来 知道了 可是 就这样 我在开车 先挂了 喂 阿景 没事 为什么一点 案件的消息也没有 姨墨 姨墨 你没事吧 大哥 周景他在哪 周景他出差了 偷我来照顾你两天 姨墨 别担心 何明雪 已经绳之以法 马智杰 也被他家人安葬了 我突然给他们家 送了一笔安置费 大哥 谢谢你 这笔钱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我们是一家人 何必算那么清楚 大哥 你已经帮了我和阿景 很多 你先好好休息 不用想那么多 姨墨 别拿我当外人 我为了你 什么都愿意做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算了不想了 现在还是想想 怎么把大哥的钱还上 姨墨 华生知道你吃不下饭 特地照着你外婆的医书 做了些点心尝尝 还真是外婆做的味道 帮我谢谢莲医生 让她费心了 喜欢吃就好 你最近吃不下饭 我 大家很担心 我从小 就很喜欢吃 外婆家的药材 做的点心 你很崇拜你外婆 当然了 我外婆她特别厉害 是我们那儿有名的巫医 她把她所有的本领 都交给了她三个女儿 可惜了 我只学了一点皮毛 传给了三个女儿 嗯 我妈 小姨 还有二姨 二姨学得最厉害 听说还考了一科大学 当了医生 哦 那你二姨 她的医术是不是很出名啊 二姨她失踪了 家里人都不知道她在哪 她叫龙半夏 龙半夏 龙半夏不是害死我爸的人吗 这个名字还挺特别的 听过的人都不会忘记 龙半夏是周景的母亲 以墨是她的外甥女 那她们就不能在一起了 虽然 我不是家里亲生的吧 但是外婆对我特别好 她还教我医术 原来 是我妄想了 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她 叶辰 原来在看弟妹啊 我找你好久了 你要摘散他们呢 不能再给大哥添麻烦了 要向紧快还上琴 看来只能去夜眉城 苏曼雪 我警告过你少作妖 叶辰 不是我故意出现在隐谋面前的 是爷爷 他让我过来叫你过去 苏曼雪 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 在我面前收起你虚伪的那套 冷夜沉 我得不到你 他良以默以别心 哼 爷爷 你找我 阿爷啊 坐 嬷嬷 阿爷啊 小景最近动作太多 你试试敲打敲打他 阿景也长大了 也该有自己的事业 就怕他网图 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小景这孩子 从小就野心大 爷爷不喜欢他 不是因为他是私生子 而且他跟他母亲喊下 心术不正 爷爷 我父亲的死 是不是和阿景的母亲有关系 你在案中调查 华生说我父亲当年是被人下毒 所以伤口久病不遇 而这害死我父亲的人 可能就是阿景的母亲龙伴夏 而这个害死父亲的人 可能就是阿景的母亲龙伴夏 你父亲当年是受伤不治而亡 没有证据的事情 就不要再查了 我有证据 只是想听您亲口说出来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要再提了 我有权知道真相 闭嘴 你要懂得 适可而止 不该查的事 就放手吧 至于小景 你不要放任他做大 影响我们冷家的稳定 你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老少爷 二少奶奶出门了 爷爷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 大哥保重 给马学长的补偿金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你 乙墨 我会保护好你 绝不会让你受伤害了 刘叔 把苏曼雪关进郊区的别墅 看紧他 莫莉 我适合想帮你 但是 娱乐城被停业了 我也是有心无力啊 怎么会这样呢 哎呀 别提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得罪了冷治集团 莫莉 如果你要是去求冷少帮忙 也许还有准备 我怎么可能认识冷少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看到了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只有在这里住城 我才能在最短的时间 转到起 还给大哥 算了 为了钱拼了 喂 冷大少 我是叶妹的莫莉 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谈 你是海上的烟火 莫莉 这明明是以莫的声音 重要的是 怎么能在电话里聊呢 多没诚意 来冷少帮集团大厦面谈 叶妹莫莉 梁以莫 面谈 那大哥不就知道是我了 对不起老板 我不能去见冷少 你还是找别人吧 莫莉啊 冷少 点名要面谈的人是你 这要是换了别人 万一冷少动怒 这则人 谁担得起 算老板求你了 我真的很想帮忙 但我真的不能去 那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 我也不强人所难 咱们喝了这杯酒 就当是我们道个别吧 怎么 这名字也不给吗 这要想还真不错呀 莫莉 听好你的指令 现在 你就去冷氏集团 伺候好冷少 保住娱乐城 明白了吗 莫莉明白 你 莫莫莉 你是莫莉 龙总 我是莫莉 我今晚会好好伺候你的 你怎么了 莫莫莫莫莫莫莉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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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现在好安静 好听话 莫莉 说你爱我 我爱你 我多希望你清醒后 还能对我说这三个字 过来 留情我 我发誓 我这辈子 只爱你们隔着你 我的面具 是不是大哥的风景 难道 还好 什么都没发生 昨晚怎么回事 难道是那杯酒有问题 大哥怎么也在这 莫莉 过来 抱一下 冷月辰 我没有想到你现在是这样的人 傻瓜 我要是称人之威 早就把你吃干抹净了 莫莫 为什么去叶妹上班 我当然是这样 还你补偿金了 是因为缺钱 还是 因为 老板之前帮过我忙 看她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 可是我没想到 她是这么阴险的一个人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蠢 叶妹是什么地方 你难道不知道 走 拜你报仇 柳大少 是我有眼无助 我不知道莫莉 是您的妹妹 我做这种下界的事情 不是我下界 我不是人 喜欢喝酒下药是吧 那就让你尝尝 被下药的滋味 学生狗叫我听听 好歹毒的药 究竟是谁做的 这要是流通出去 危害太大了 好生 我发现一种新型迷药 我派人给你送过去 研究一下成分 抓出幕后黑手 那 你要的成分报告出来了 应该与龙半夏有关 龙半夏对叶妹娱乐城的 八爷有救命之恩 会不会是他留下的 冷皱景 是龙半夏的儿子 有没有可能 也跟八爷有连线 没有证据 不要乱说 苏曼雪之前 在我的书房香讯里面 加了一种迷香 应该也是出自于叶妹 这个叶妹水很深啊 水灾深也得把它挖出来 这件事涉及到了乙墨 不能再让这些人 为非作歹了 老给我找事 叶辰这么重视良乙墨 苏曼雪又是叶辰的未婚妻 老老太爷说得对 这样 都有可能会危害到龙家 看来得探探他们的底了 华生 你怎么来了 这把钥匙 关系到阿叶的生死 你藏好 别让任何人知道 这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要交给我 我们两个讨论过 那么多草药知识 你是什么人我很清楚 这个钥匙 一共有两把 一把在冷老太爷手里 另外一把 我和阿叶 谁拿着都不安全 所以 只能拜托你了 好吧 那我去收好 好 老爷子 那个钥匙 我已经交给梁乙墨了 那下一把 怎么办 辛苦你了 下一把 我会派人 交给苏曼雪的 你真鸟 刘叔 是叶臣放我出去了吗 夫人 是冷老太爷让我来的 这把钥匙 关乎冷家存亡 冷老太爷 让我亲自交给您 请您 务必用生命保管好它 好 好 东西已经送到 你可以走了 好的 刘叔 姨墨 我们见一面吧 斯曼雪 你突然找我什么事啊 姨墨 我求求你 你帮我向夜尘求情 让我回到夜尘身边吧 我无权干涉大哥的军 姨墨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不是吗 你之前自己亲口说的绝交 你自己都忘了吗 你们干什么 姨墨 姨墨救救我 你们干什么 你们快放了她 我们找的是冷家大少奶奶 跟别人没关系 滚 她 她才是冷眼神最爱的人 我这是个替身 你们把她抓起来 苏曼雪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和大哥没有关系 哪个是冷家少奶奶啊 是 不管了 全部带回去 走 走 苏曼雪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为什么呀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我恨你勾引冷夜尘 我恨你跟我抢这一切 我是冷昼姐的未婚妻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跟你抢 冷昼姐 就她也配跟冷夜尘比 你接近她 不过就是为了接近冷夜尘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少在这跟我装 你们 把她给我杀了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好 识趣的 先把两只金钥匙交出来 钥匙 我只有一把 想要的话 我可以带你们去取 钥匙还有第二把 就在她那 说 钥匙在哪呢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硬气 老子就喜欢硬气的人 给你三个数 三 二 一 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 易不易吧 什么情况 就一个小小的考验 恭喜你 过关了 那我呢 你闭嘴吧 走啊 惊喜 意外 你是拿我们生命社去考验我吗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就别给我 这也不是我的主意啊 那是谁啊 冷夜尘 我倒希望是她 我倒希望是她 要是她的话呀 就知道这个女人有多恶毒 这把钥匙呢 关系到生死 每一个掌管钥匙的人呢 都必须通过考验 拿着 送你回家 走 这是我新调配的草药茶 你尝尝 我给你赔罪了行吗 还有啊 这是冷老太爷的意思 你别误会了阿燕 冷老太爷 对 那苏曼雪呢 苏曼雪 真是个狠角色 趁我兄弟 没注意 打远他跑了 这金钥匙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这把金钥匙 关系着冷家的生死存亡 如果有人拿着这把钥匙 打开了藏在密室里的东西 就很有可能颠覆冷家 你是阿燕最信任的人 千万要保护好 我不是大哥的人 你应该找苏曼雪 况且 你就不怕我和匪徒 理应外合 背叛冷家吗 你能通过考验 就代表你不是那样的人 不过说真的 你确实应该提防冷周景 他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周景不是那样的人 我相信周景的为人 请你以后不要再说 这样的话重伤他 反正呢 我也就是提醒你 以后你自然就明白了 周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周景 我马上就回来了 等我一回来就去盯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老娘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帅 你们既然这么重视金钥匙 我就等你们来求我 大少奶奶 冷老台也吩咐 您现在哪儿都去问 跟我走吧 大哥 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周景来接我了 一家人说什么生分话 一墨 我好想你 大哥 这些日子麻烦你照顾一墨了 改天请你去我们新家吃饭 不用客气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以墨 我们回家吧 大哥 爱而不得的感觉怎么样 阿姨 就算你望眼欲穿也没用 梁以墨毕竟是你弟弟的未婚妻 换一个人吧 听说阿景刚换了一辆价值五百万的豪车 五百万 他不是破产了吗 他不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吧 那倒不至于 但如果阿景真做错了事 以墨该怎么办 我觉得 就以墨那个脾气 就算你弟弟真的进去了 他也能等他一辈子 你的意思是 以墨很爱阿景 是不是明摆着呢吗 你跟这人怎么回事 兄弟 快醒醒兄弟 你没有事啊 合成这样 大哥 你别太让什么事 思作散了吧 我认识 大哥 快起来大哥 谢谢啊 算了吧 林墨 你有没有对我动过心 大哥你别闹了 我们回去吧 你明明我比阿景更先认识 为什么 别闹了 走吧 走吧 阿景 你就是看不到我对你的心 大哥已经起疑心了 我也不能让以墨知道我们的关系 我们以后还是少接触吧 好 阿景 我听你的 哥 我要你帮我毁了量以墨 以墨 对不起 我喝多了点 你何止喝多了一点 你吐了一路好吗 都没有车愿意拉攒了 你和阿景还好吗 好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阿景的 在我 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那 如果我早点确认清楚 寄回家的是谁 一切就都会不一样了吧 你爱阿景吗 我对阿景 更多的是感激 她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 以墨 我这辈子只爱过一个女人 那就是你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你能不能 我们回去吧 为什么心会飘得这么快 你脸红了 是不是证明 你对我有感觉 你对我有感觉 不 不对 我现在是周姐的女朋友 我不能做这种事 我 你 没想到冷大少也有如此多情的时候 你是谁 别管我是谁 我只想和冷大少玩个游戏 我没时间听你胡闹 冷大少 你的心上人正在前面走 你说 我派去的人 有没有可能一枪便击中她呢 你敢 你可以试试我敢不敢 我只给你六十秒 抓紧啊 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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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大 大哥 什么事 赶紧走 联系阿姐 走啊 大哥你 小心 谁派你来的 冷少你猜 既然你知道我是谁 就应该知道惹了我的下场是什么 杀手绑的是 好大的手笔 梁以沫小姐 莫莱 你可真是无情啊 一点面子都不给吗 我不认识你 你 上去 上车 这不是 尹莫的手机吗 糟了 建峰 立刻定位拿尹莫的位置 马上 我看你被人玩烂的究竟还要不要 进去吧你 挺香啊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的浓漫 别放我 放开 行话点 你叫 你再叫 你叫得越大声 我就越兴奋 别怕 没事了 他手机里有我照片 我来处理 哥 这几张不够路股 再帮我多拍一点 把照片删了 你是谁 别动我哥 不想你哥死的话 马上把照片删了 不然 好 我杀 求求你放了他 我不管你们是谁 如果再动梁以沫 我让你们从这个世界消失 我们走 究竟是谁在保护梁以沫 什么 阿锦被带走了 别担心 事情我都处理好了 大少爷 二少爷被抓了 什么 我马上过来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你好好休息 我晚点过来陪你 是不是周晴 一墨 你放心 阿锦是我的弟弟 我会全力救他 你能不能带我去见爷爷 我有话想跟他说 爷爷 我知道你为何事而来 小锦做的那些事 都是旧由自取 而你 现在要做的是独善其身 爷爷 周晴是我的未婚夫 我不能不管他 你诅咒为虐 我不敢 只想求你保全正经 喜欢跪 就跪着吧 一墨 阿锦做错了事 谁也改变不了 快起来 大哥 周晴是我的未婚夫 我不能不管他 我求求你了 你帮我求求爷爷吧 梁以墨 你够了 喂 梁以墨 你现在很心急吧 出来见面吧 我能帮你 好 我这就过来 以墨 糟了 以墨该不会想不开吧 大少爷 梁以墨去哪了 二少奶奶说 她去找二少爷了 你能去骤警 杨以墨 我可以帮你救冷骤警 但你得让爷爷 解除对我的囚禁 爷爷囚禁了你 还记得金钥匙的事情吗 爷爷怀疑我 所以找人关着我 我今天好不容易跑出来的 你都被囚禁起来了 怎么帮我救骤警 因为我知道 冷骤警为什么被抓 他不过是私生子 这次被抓 难免不是爷爷 顺水推舟做的 不可能 他可是爷爷的亲孙子 豪门世家 认得只有继承人 其他人 不重要 听话呢 就留眷养 不听话呢 就除掉了 不可能 我怎么突然晕倒 满雪人呢 大少奶奶 这是您今天的晚餐 我不是苏曼雪 我是尹默 大少奶奶 二少奶奶早就走了 老菜也吩咐 您不能出去 假冒二少奶奶 这可是行不通的 我怎么穿着苏曼雪的衣服 苏曼雪 你这个卑鄙小人 爷爷 你真的不救阿景吗 你确定要救阿景 上一辈的恩怨 跟我们没关系 阿景终究是我的弟弟 曲风啊 一墨 放心 你所想要的 我一定会帮你拿着 计划才进行一拜 慎重行事 让一墨 再委屈几天吧 委屈一墨 爷爷 您对一墨做了什么 小景的错 跟一墨又没关系 不能让一墨买单 我终于自由了 梁一墨 你就替我 一辈子关在那里吧 这是梁一墨的手机 这个芥思岩是谁 梁一墨 过来找我 我有东西要交给你 冷总 把他创立的公司给了你 公司是我的了 嗯 我看过手机里的照片 你跟我老公有一腿之外 比我两百万 我就离开昼景 怎么样 你不是很爱阿景吗 渣男一个 不赶紧丢了 留着过年吗 好 希望你说到做到 拿到钱后 立刻离开阿景 说到做到 事情已经帮你办好了 这个梁一墨 为了两百万 就把你抛弃了 真不知道 他有什么好的 让你对他这么痴心 芥思岩 你少糊弄我 这根本就不是梁一墨的字 谁糊弄你了 这是他当着我的面前的 这个梁一墨 就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她跟你在一起啊 会不会玩弄你的感情 冷正经 要不是我 动用季家的势力 你还被关着呢 真是不是好歹 你等着吧 我会让你 求我回来的 爷爷 苏曼雪上高了 我能回来接一墨了吗 好 我知道了 我们是棱总委托的调查员 你涉嫌一件 冒名顶替诈骗案 请跟我们回去 接受调查 干什么 放开我 大哥 爷爷还是把阿景救回来了 这下乙墨可以放心了 我是来跟大哥告别的 爷爷要送乙墨出国留学 我跟他一起 你要跟乙墨一起走 嗯 爷爷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过两天就走 好 我妈妈 到底是怎么死的 心情 大哥 为什么到现在了 你还要骗我 叶诚哥 气死眼 你还敢来 我 我怀了周景的孩子 什么 可是周景现在执意要离开我 叶诚哥你帮帮我 冷周景 你居然敢背叛一墨 队长 袭击你们的是八爷的手下 你弟弟应该也跟他有联系 如果你弟弟真的与八爷勾集做了错事 希望你不要心软 我真的是梁一墨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呢 二少奶奶 您这些天 您受委屈了 刘叔 您认出我了 我一直都知道 这是冷老太爷送给您的新手机 手机里面有支付卡 待会儿 慈禧就送您去冷夜沉讲 这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只是按照冷老太爷的吩咐办事 我送您去见冷二少爷 好 一墨 你们两个在大门口亲热 还真有伤风化 大哥 大哥教训的是 我们以后会注意的 明天你们就出国了 以后应该不会有机会再见了 希望你们过得幸福 阿景 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 以后 一定要一心一对一墨好 想和心爱的人道别 却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大哥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大嫂 苏曼雪那个女人 根本不知 苏曼雪怎么了 她涉嫌诈骗 被带走调查 你们续完就了吗 续完就赶紧进屋吧 爷爷还等着吃饭呢 去吧 你是真打算 对梁一墨放手了吗 一墨爱的是周景 那继思岩的事 你就这么瞒着她 我觉得你要告诉她 至少让她认清楚 阿景的真面目 阿景 我没有想到 我还能出国学习 我不是在做梦吧 要不你掐掐我 月辰 大哥 一墨 好久没看月亮了 你陪我看会儿吧 你说 要是没有阿景 你一定会爱上我吧 李墨 你怎么来了 有好戏看 看不看 什么好戏啊 跟我来 你给我跪下 没出息的东西 爷爷 我 给我跪下 人家季家都找上门来了 说冷少 搞大人家闺女的肚子 逼着冷家 与季家联姻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我从来没有 还敢就变 你敢说 没有跟她过 原来你张照片 都是真的 你母亲 就是个不正经的女人 有其母 必有其子 爷爷 季家说的人是我 季思炎 是我的情人 哥 哎呀 季思炎是大哥的情人 这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 阿爷其实喜欢的是你 够了 苏曼旭 是冷夜晨的未婚妻 或是宙姐的未婚妻 哎 哎 多好的机会啊 阿爷怎么那么不争气呢 一摸 你听我说 恭喜你了 可以光明正大的和季思炎在一起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为了 怎么能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你们都有未婚妻了 还去找小孙 你该解释的人 是苏曼旭 怎么了 别碰我 冷昼旭 我已经见话好了 明天去做了你大哥 我放弃了 你要怎么做和我无关 你好自为之吧 一摸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这么生气啊 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季思炎真的是大哥的女人 我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我们明天去做好不好 好 一摸现在已经在机场了吧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释远 队长 八言劫持了一摸和你弟弟 立刻给我地址 冷昼旭 冷昼旭啊 咱俩策划谋害 冷夜沉这么久 你他妈居然要放弃跟他去出国 你不厚道 就他妈别怪我不仁义 什么意思 他说的是什么呀 都是八言在挑拨理解 你不要相信他 梁野沫 看来这冷二少爷 瞒着你的事还不少 你还不知道吧 那个季思炎 就是他小行人啊 不可能 周青 他说的是真的吗 野沫 你不要相信他 八言跟我一起做生意 亏了钱 现在我要出国了 他就要报复我 哎呀 看看 你要干什么 和他妈苏曼学长得还真像 你们姓老的 是不是都好这一口啊 来 让我也闯 这娘们到底是什么 放开他 放开他 你个亲手 你个亲手 八言 动我的人 你承担得了后果吗 冷大少爷 你亲自光临啊 让我这儿 蓬毙生辉啊 放了他们 我让你活 你还不知道吧 你可是他杀母仇人的儿子 所以你的好弟弟 联合他来算计你 而且还故意抢了你的女人 你确定还要救他吗 周青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姨沫 我 你还有多少事情埋着我 你不会真以为 是我妈杀了你母亲吧 是龙半夏杀了你母亲 冷夜沉 事到如今 你还想瞒啊 扮下这么好的人 你爹 逼他自杀 你们冷家 还隐瞒他死亡的真相 既然你们冷家 这么笨人不义 那我也让你们尝尝 碰我十所爱的滋味 大叔 月沉 李沫 你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感觉像做梦一样 经历了这么多 终于知道 是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 你放心 我会用一生一世去守护你 你 我会用一生去守护你 我会用一生去守护你 我会用一生去守护你